我唯一真的有懷疑過的就是 無理由 就我的那個 關鍵五字射的感覺 真的 五字射五字射 他那個崩巴牙 不是很會崩巴牙 真的嗎 對吧 就是這個樣子 小五郎叔叔這次竟然沒有睡著 看我的 看來只能用我的三星手錶 告訴他凶手是誰了 多虧了三星手錶 讓我明星和柯柯再次成功破案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一卡巡奇 第一卡巡奇就是固定會在第一卡的版上 找出有趣的文章來和大家分享 那我們馬上來看第一篇貼文 是來自穿搭版的 菜邋遢讓我不敢出門過情人節 今天是情人節 卻很猶豫要不要和女友出門吃飯 因為女友現在跟我出門的 穿衣風格跟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差太多了 最近她出門都覺得有一點丟臉 到底是什麼風格 她說剛在一起的時候會精心打扮 也會好好的化妝 然後結果 屁啊 這是不同人吧 這差太多了 沒有上面那些都參考的圖片 都是取自網路 可是我覺得這圖片超自然 這個就是她女朋友 她只是把臉卡掉 這真的是取自網路的圖片嗎 她就說她女友還會穿 連她媽媽都不會穿的桃紅色 認真嗎 然後配就是 欸這我媽的鞋 我媽真的有這套 我媽也有這套超好做的 她不是玩的 你媽也有 真的是長輩腳需要 膝蓋減少負擔的在穿的 所以交往前後 大家的穿著會維持一致嗎 其實差不多欸 不會變太多 就從來沒有被唸過說 欸你不要穿這樣出門啦 那樣子 有被唸過 你有被唸過 她可能會說 你神經很大條 今天跟我爸媽還要看阿公阿嬤 然後你穿關你屁事 她就覺得說很不妥 好啦因為這篇是在聊就是女友約會的穿搭嘛 那我們這次有收集團隊女成員 她們自認為自己邋遢的穿搭 OK 看這個衣服大家評論一下 會覺得這樣子真的會有點邋遢嗎 好滴好滴 那第一套 背景就在公司欸 所以她直接穿來上班欸 你們可以來看一下 你們猜猜看這些的人是誰 因為我把臉卡掉 阿可是看體型不就很明顯 欸欸 哇 我沒有要結合你自己挖的課你自己跳啊 這是Eddie 哈哈哈哈 這樣你會不會這樣 你這個遊戲不是這樣玩的 重點不是你猜對這個人是誰 好累喔 沒有問題 我覺得她穿這樣可以 可是她如果素顏 就會覺得整體很邋遢 可是如果她是有化一點妝 她有帶妝的話就還好 所以重點其實邋遢的核心是有沒有化妝嗎 她其實有點是會對於說 你每個人的穿衣風格來去決定的 像我就覺得她這樣是很正常 可是她如果今天穿得很好看 可是頭髮超亂 然後臉很髒 那這個也算邋遢的一種欸 所以女生其實只要把妝髮弄好 你下面穿什麼是不是都還好 對 對啊 蛤 我好像是這樣子那回的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位喔 第二位 哈哈哈哈 誰啊 剛好噴口水 對不起 這是女生嗎 女生嗎 你不是說你看體型就誰嗎 這是我們團隊的成員嗎 我已經以為是大叔 哈哈哈哈 欸這是我們團隊女成員 不是我們知道嗎 不是啊 不是我沒那麼高 長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哭了 她的故事背景只是睡覺賴床起不來 然後她朋友就想叫她起來 就硬把她拉下床 結果她沒想到她拉到床下來 可以繼續睡 故事背景已經這樣 那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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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不是重點 好啦這個這個邋遢的部分喔 她棉被我看起來放好久了 哈哈哈哈 那不是重點 啊我覺得衣服皺皺的 感覺好像沒有洗 我亂講 沒有可是因為 像利友的T恤 對就是感覺會有那種 臭哭鼻還是什麼的 Evan啦 因為她的腿 要說是女生的話 Elly的腳沒有那麼短 Elly會再沉一點舞 對 我們現在重點是來猜她是誰 那我要公布答案 好 答案是Evan沒有錯 哦真的這一個 Saven 好啊下一個下一個 這個也還好啊 這個Loland 欸你怎麼判斷的 因為她有在運動的人 包包有凸起來 在裡面應該是啞鈴 所以開始說 哈哈哈哈哈哈 到底誰會隨身在啞鈴在身上 Loland 他真的有帶嗎 聽Bewin 早上真的弄舉 他有數在那邊 他沒有了 他有 沒有了 他可能要凸起來了 我現在搞不定你們說 真的還假的 沒有吧 最後一個 哦這個站姿有料 這個 這個腿的長度 你覺得就是Elly啦 酒妹吧 但你覺得這樣有拉他嗎 小小 他怎麼下面配 剛剛那個Sketcher 他就 怎麼都拉 等一下吳之子你覺得拉他的點是什麼 外套太大了 所以你覺得要合得 可是這樣不是很流行oversize嗎 沒有啊 可是因為他的褲子本身是比較 頂的 這樣就會感覺頭大身體小 不然就是褲子蓋 寬褲 然後配這種大外套 我覺得應該就好一點 你看吳之是在看我們穿搭 我真的很認真是在評論 我是牛兒老師 牛兒老師 牛兒老師是美中的 牛兒老師畫的照片 靠杯 藍波老師 你們有跳舞嗎 到底誰 董天倫老師 那拍照了 那是拍照了 那個是對的 那個啦 吳季剛 吳季剛 對 那吳老師你覺得 Rio最套這樣子 因為他最近一直在煩惱 他要走什麼風格 我也是亂搭的 其實我最近看你錄影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有點不理解 因為你本身臉 跟你的骨架已經夠 去襯托你的衣服 所以我脫掉了算 所以其實你不應該穿 配色那麼多的層次 你不應該穿藍 大地又配綠 因為其實大地配綠已經夠了 但是再加一個海水藍 其實很多餘 應該是上衣穿淺色 褲子穿深藍 下面會比較重一點 如果你上面穿 深藍色 我們下面穿淺的話 會感覺你身體很重 因為你本身頭型也比較大 那我今天真的 需要再改善一下 沒事沒事 我趕快撤退了 我覺得你可能換這件會好 這件好險嗎 我看一下 老師我看一下 我真的有欸 其實是好看喔 其實是很好看喔 我怎麼玩點無知識的感覺 我看你 超 太多哭了 你這件怎麼變這樣子啊 好笑我做太多 你可以下去嗎 好啦好看 欸他衣服好像有啦 超OK啊 哇塞 你真的講得出東西來欸 大家是在追求無知識的認同 大家在追求我的認同 然後我穿這樣 給大家穿好了 不是 我們主題叫什麼 聊什麼 女生邋遢 穿衣邋遢 女生邋遢 就變成吳老師服裝 時尚見賞大會欸 他從莫名其妙面 真的不知道 我要來念咖喲留言 B17的咖喲他說 有沒有可能你也穿得很邋遢 交往久了 有時對方沒打扮 自己也會懶得穿 我覺得這個好像 可能真的是先看對方 沒有在打扮 自己也懶得跟著打扮 也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 我有時候跟我男朋友出去 會有這個心態 交往久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男朋友 就是越來越隨便穿 因為他都會催我說什麼 喔你又不是要去選美 趕快走啊走啊走啊 所以我就變成 我也要很趕的 趕快隨便抓 就隨便抓幾件 OK 我再看卡友 B14的卡友他說 很真誠的跟他說 你很愛他 愛他是我的樣子 知道是因為 跟你在一起很安心 才放鬆的 不用每天打扮 再撒掉說 哇好久沒有看到 你穿小裙子了 可不可以偶爾穿一下 拜託 他是用一個心理散的方式 來提醒他 點他一下說 還是有些特別日子 還是希望你可以打扮一下 好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分享 你覺得女生怎麼樣穿穿邋遢呢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下面一篇貼文 是來自彩虹滿的 DOWN GAY 20年的判斷標準 來原PO 總共列了10點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認不認同 來第一個 聲音音色偏柔 你知道以前我會用這個判斷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很多姐妹 她們其實聲音很粗獷耶 沒錯 就有點顛覆我的想像 對超MAN的那種 為什麼她們突然變了 因為我覺得我國高之奇的GAY蜜 她們真的聲音都偏細 應該是說現在的 多元的性向越來越多 所以不一定是那種 嗨啊的這一種 現在大家比較不會怕被別人知道 所以你看她們面相就更多 就像這麼MAN這樣子的人 她也有可能是GAY 她第二個是喜歡K-POP 然後會跳韓團女舞的男生 有八成是 如果她是會跳舞的人 可能她很喜歡跳Fogging之類的 之類 對 就她一定 對那種 我不知道為什麼感覺GAY都很會跳Fogging 再來是沒有很會打籃球 GAY好像幾乎都偏好打排球羽球或慢跑 我覺得排球很多耶 而且她們發球會 嗨 這樣子 所以我會有點看滿一下 可是我看到真的很多會這樣做 可是我今天好像真的有看到一個短音 她就是很會打排球的一個GAY蜜 她的排球姿勢就是都很凹 然後很很 欸其實很漂亮喔 對很厲害 她的那種腰線之美 沒錯 然後第四個 瀏海減瓶的大概有七成機率是 第五個是帆布袋 就是近幾年發現了 約有六成的GAY蜜會喜歡 背帆布袋出門 欸真的欸 我身旁的GAY蜜都被帆布袋 欸這個我沒有注意過欸 膝上短褲配長襪 手拿一個帆布袋就這樣出門 就是這樣 欸 欸 我朋友就是這樣子 褲子要再高一點點 然後你現在聲音偏柔 然後跳韓國女團舞 太難了 你跳那個蹦巴牙 也不是很會蹦巴牙 對嗎 就是這樣子 然後第六個 有健身習慣 但這個不太一定 因為蠻多 不管是各種性向的人都會去 對啊 但要交往的話 有臉有身材肯定加本 所以大部分的GAY蜜 還是很喜歡 去把自己身材練好 讓自己體態好看一點 然後再來第七個是 文組較多 好像有看過別人統計 讀文科的男生 是同志的比例較高 如果以我當時念大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班上不到十個男生 然後大概有七成是GAY 我也是 因為我讀廣電 超多GAY 我也是讀大東傳播 機械系65個男生 只有兩個 喔那所以比例來講 沒有我只能說 還有兩個就不錯了 對還有兩個 然後第八點是他說 有很多女生閨蜜 周遭的朋友都是女生 畢竟跟女生聊天比較有話題 這個算是蠻常見的 再來第九個是 會打扮自己 不是所有會打扮的男生都是GAY 但會打扮的男生 但幾乎都是 我覺得我身邊的姐妹都比我會打扮 而且他們是那種 出去買一個宵夜 他的那種短褲啊 拖鞋啊 跟吊嘎都是好看的 他沒有難看的意義 我覺得你這個一定要配寬褲 你不能夠配這個上衣 然後你要配什麼什麼鞋 就是他們會搭配得很完整 沒錯沒錯 好最後一個他說 看IG的追蹤名單 如果男生大於女生 那就九成幾率四了 這個我覺得百分之百重 這個也是我辨識的方法 沒錯 就是我自從來我們公司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的GAY答 很不理 錯估了很多人啊 真的假的 當初GIN進來的時候 我們也都覺得他 欸GIN很像欸 對啊 健身老腮虎 我那時候知道說什麼 他說他老婆這樣 我這樣 你說老公吧 蛤你們 反正不要說好怪 我跟你講相處講話 他就感覺出來 他完全也是大吉男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 我們團隊 我唯一真的有懷疑過的 就是瑞尤 哈哈哈哈 因為他心思真的 比較細膩 而且他有時候 對於男性肢體接觸什麼的 我感覺他好像有一點喜歡 就我的那個 因為早期我們在錄巡奇的時候 瑞尤都會一直 摸我旁邊的人頭髮啊 對然後什麼什麼的 我就想說 一般的指男像他 我從來沒看過他這邊 這樣摸別人的腿什麼之類的 我會以這個判斷 唇一下打一下之後還比較多 幹什麼什麼這種 所以我那時候 我有一陣子真的想說 還是他其實是雙性 他只是自己不知道 欸有可能欸 像他跟Daniel 我都覺得他好像很熱在其中 沒有他到現在 我都覺得他對Daniel有情 只有Daniel可以開啟他的那個 Daniel是可以把人家擺完 人間伴手 對 人間伴手 難道 真的是 丙鈴起垂 丙鈴 好啦我要來看一下那個 Kyle的留言 來這個B52的Kyle他說 我覺得是Gay的話 很有可能會學小S 講話一定聽得出來 然後再來B59的Kyle他說 看IG追蹤最準 可是我覺得IG照片還蠻好分辨的 假如說去潛水或什麼的 就算他們是練很重 比較洋洋的Gay 他們拍照是有美感的 是會有擺個Pose 很帥的姿勢 然後在海灘邊 然後那個肌肉線 然後就有光影的那種 但是你知道直男的泳裝照 只要大家都在框裡面就好 他們不會去care那個構圖 不會去care大家的姿勢 只要拍得清楚沒有掉腳就可以了 喔對對對 直男是這樣 然後就一群人 然後在那邊講YES 好啦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 你覺得你自己的Gay打準嗎 你都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判斷對方 是不是圈子內的人呢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來看下面一篇天文 是來自有趣版的 幾艘讓你們分辨屁孩的種類 袁波表示 他以自家附近球場的屁孩座為養本樹 觀察出屁孩大致分為三種 小屁孩大概是國小到國二的年紀 中屁孩是國三到高三 老屁孩是大學以上 那他先 我看你覺得後面有風 對啊 老屁孩 喔對喔 你打我的完蛋 他說他們喜歡成群結隊的來到球場 還喜歡把腳踏車排成一排輛在場邊 工人欣賞 彷彷彿在開那個玩命關頭 像我們這種90年代的小孩 以前騎腳踏車 有滿天心跟火箭筒 就已經很威了 他們現在都搞LED 不論是輪框還是擋椅板 背側都有 夜間看就很像超速遊遊一樣 超酷炫的 可以堪稱 小屁孩見的BeeWiz 等一下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滿天心跟火箭筒 那什麼鬼啊 火箭筒就是邊邊那個啊 可以踩的那個 那什麼是滿天心 喔喔喔我知道這東西 喔喔喔喔喔 但現在的小孩裝的是LED 哇喔喔喔 欸我剛剛想玩這個 我喜歡欸 他都比調色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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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再繼續 他說如果你在接下來聊到小屁孩的語言 他們的文法結構大概就是 髒話主食動詞壽食髒話 來個例句 XX媽的得你要吃XX 然後對方就會回你說XX都可以來XXX 再來還有發現他們有個特點就是他們很喜歡裝酷不在意 舉例小屁孩會一上場就猛嚼口香糖 就算被過被得分也要嚼口香糖嚼得很大力 述在一種大風大浪爺都見過的感覺 得分了是不是 喔是喔真的會這樣喔 然後再來老中屁孩通常是小屁孩裡面某一個人的哥哥 那中屁孩在小屁孩裡面常常會扮演leader的角色 通常會叼一根菸讓人感覺很屌很壞的感覺 小屁孩也會因為叼菸有樣學樣 但因為還太小 所以他們敢用加倍加棒棒糖來取代 聽起來蠻可愛的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我老屁孩 老屁孩呢就是現在正在打廢文 然後你們還把他看完了這些人 所以今天就來問問看大家 你們覺得怎麼樣算屁孩 我以前都臭屁的喔 你怎麼屁法 一下課準時喔 大家快下個5、4、3、1 打鐘然後開始衝出去 有一個人當鬼 抓到就這樣 連貓要打然後30秒以上 被弄完了以後 換那個人當鬼 他們會膠疊然後一直這樣互X 超流行的 超流行的 那一年又互幹 國中就沒什麼在玩 國中就是走服裝藝術派 走路的時候 褲子都會 要掉一半 然後內褲會整個 內褲整個 好屁喔 隔壁是那時候流行嗎 對啦這個 我想知道我以前有一個很屁 我小時候很喜歡學大名小金脫屁股 脫屁股 脫屁股 脫褲子 我確實國小很喜歡在長輩聚會裡面 脫褲子 露屁股這樣 隔壁桌可能有一個叔叔看到的時候 欸我也知道那邊好像 沒有 沒有這樣 然後那個叔叔可以打箱 不要瞎掰好嗎 一開始他們覺得很好笑 到後面我姑姑覺得問題有點大 因為到小四還是這樣 小四小孩這樣 他就嚴肅跟我爸說 你一定要教一下吳之聖 後來我就到高中就好一點了 我以前我的國中男同學很喜歡學港片的台詞 我覺得那不屁 我到現在還是會接周青池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周青池的那些台詞 他們倒背如流 所以那現在也是可以給你一個上連 你可以馬上接下一句了 他應該可以吧 會啊 小人們住在蘇州的城邊 家中有屋又有田 生活樂無邊 誰只要彈火苦 他滿恨不留情 在我大屋走我圈 我爺爺跟他來飯店 反規他一部分來打扁 我乃乃告他欺善民 反規要抓進了糖谷牆 這XX100遍 100遍 好啦就這樣 就這樣你沒見得厲害了 這個這個這個我知道 我覺得我 最後這樣 對對對 一定要這樣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回到 太好了 我實在想跟他一大拇指 剛剛認出的很屁 剛剛認出的很屁 不行 老屁孩 老屁孩 好煩喔 好啦我們這一邊就結束吧 好啦好啦 我來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這個B77的卡友他說 屁孩不就是一字不離幹 三字不離媽 五字不離性器官 真是一個三句真言欸 好啦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分享 你覺得怎麼樣算屁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啦那今天D卡巡奇都在這邊結束啦 有趣的事情都在D卡上面發生 那現在D卡也不先大致 我所有人士都可以用手機號碼快速註冊囉 D卡巡奇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